说昨天晚上的9点多 在水阳市浑南区东陵路三环跨线桥下 两辆轿车一前一后等信号 两位驾驶人谁也没想到 后面突然来了一辆车 一下就撞了上来 那后面这辆车的驾驶人是怎么了 为什么不停车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三辆车相撞的时候 前边的白色轿车和银色轿车 正停着等红灯 出租车从后边过来 撞在了银色轿车的左后脚 又推着银色轿车 撞上了前边的白色轿车 白色轿车后杠撞坏 银色轿车前后受损 排气管还扎进了出租车的右前轮 这俩车停着前边还是红灯 出租车为啥会撞上来呢 出租车司机说 当时他是东向西直行 本来想走俩车左侧道路 结果他左边有辆同方向的车要超车 他就向右打轮 没想到前一天下了点小雪 地面湿滑 轮打极了就停不住了 交警认定出租车司机 服事故全部责任 元旦当天下了点雪 很快就停了 大家可能没当回事 但是有些路段还是挺滑的 大家开车要特别的小心 尤其是接近路口的时候 要提前的减速 遇到前方有紧急情况 让速不让道 切记挤打方向